小美是个万人迷 但是 同样是女人 凭什么她什么都占了 我也当当富家千金 保姆把他们俩换了 一觉醒来 世界变了 要帮他们恢复原样 那化妆品就是保姆的 除了这张脸 我怎么化都好看 小美会注重保养 经常护肤 我的皮肤好了很多 非主流衣服是保姆的 北进 高贵 小美品味不错 复仇战袍先准备起来 那保姆是个花痴 光撒网 多脸鱼 现在的我不缺男人 这么快就放飞自我了 而小美喜欢读书 多学知识 充实自己 而且保姆喜欢约会 宝贝 从游乐园出来太晚的话 就去我家住吧 这也太花心了吧 而小美非常自律 保持运动 终于恢复了我以前的身材 多喝热水对身体有帮助 多喝热水 皮肤都变好了 而保姆喜欢喝快乐水 我这么美 根本不需要再吃喝上节制 接着保姆怀孕了 为了嫁入顶级豪门 我想办法怀上了她的孩子 而小美很在意自己的身体 身体底子不好 还好 及时体检发现了问题 然后小美逆袭了 靠着不懈的努力 终于能让自己过上好日子了 还去考研呢 读书是改变自己最好的方式 你能交换我们的人生 却不能交换我们的智慧 所以要勤奋自律 别想着不劳而获 这人怎么这么牵揍啊 动竹子胖揍他 这大长腿 看着都迷人 原来是修八字腿的 那这个腿套就是增高的咯 哎呀 用力过猛了 这咋又弯了 那先把胸毛剃掉吧 诶 掉地上了 我懂了 这是头发 都是毛发 可不能浪费了 她这个欠揍脸该怎么办呢 用面粉先打层底 去世三天的朋友 都没我现在白 这痘痘应该是用香把它烧掉 哪里有痘点哪里 这袋子有啥 这是照片吗 太漂亮了 眼睛都看直了 哇 眼睛真的看直了 那这嘴巴怎么办 用擀面杖把它打飞 不对 那用蚊子以毒攻毒 也不对 哦 蚊子是膝下面这个包的 好久没吃过这么饱了 多些款待 这个洗手间有什么 有一条毛巾 擦哪里的 擦她嘴巴吗 不对 她的手上是什么东西啊 这么恶心 上厕所着急 忘记带纸了 这不会是强哥吧 这还有瓜子 给你吃 磕瓜子 锻炼下嘴部肌肉 这下大肥唇没了 还有什么东西能用 这个拉链是干嘛的 用这个给我装门牙 你人还怪好嘞 原来是补牙的 那就还差这个肚子 肚子应该是用这个擀面杖吧 擀一擀 我的小肚子 果然是强哥 倒挂金构家 世界波就得到 蝎子白尾 你可能会觉得很正常 加个乌龙球呢 上帝之手 很明显 我要赢了 见证情绪吧 只要小乔仔 天天秀恩啊 啊 我擦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我不怕 我一个月为家夹摔 倒挂金钩 哎 我就不信 你狗粮存一仓库 只要小乔仔 天天秀恩啊 停停停 好了好了 我是狗 啊 属时没想到啊朋友们 我又合成了一个上帝之手 咱就说 它狗粮也会有吃完的一天吧 呃 实际上 撑死也不一定能吃完 那咱们单身贵族也不能怂啊 相合几个好牌 等待时机 舔狗也能翻身啊 你说对不 啊对对对 只要小乔仔 天天秀恩啊 我 我实在忍不住了 你这 满血气死你 哎 我就想提个球而已 好了 我提不下去了 饱了 如果你没有把阳光平均分配 谢谢爷爷 那么他们进化战斗就会这样 爷爷 妖怪好可怕 我躲你后面吧 啊 爷爷那么偏心 我才不帮你 确实是我偏心了呀 要帮助他们进化战斗 那我们要先给香蕉挠痒痒痒 因为他偷偷藏了一个阳光 接着用这边的白云遮住这边月亮 这就变成雨后阳光了 现在要平均分配了 先给你们进化一次吧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妈呀 这是你们的肥料吗 赶紧换一下吧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然后这地板这么荒凉 也换掉它吧 谢谢爷爷 谢谢爷爷 接着是加固围栏吧 谢谢爷爷 这边也加固一下 谢谢爷爷 好了 这次先让香蕉战斗 犯我野者 虽远必诛 我去 这叫香蕉雷神吗 那葫芦进化战斗呢 爷爷退后 我要开大招了 妈呀 这叫葫芦刺客吗 你们是真牛啊 你用锅把地板砸开 满地板都是作业 我帮妈妈看看爸爸 有没有在地板下面藏私房钱 要找到小孩的一万本作业 老公身上是不是有啊 还真有啊 那这只狗呢 怪不得你这么胖 我就说作业被狗吃了 你喂的吧 那这衣柜呢 我去 一整衣柜都是 衣柜不够大 让爸爸换个新的 哎 我猜空调里也有 又被我发现了 这是新发明 会写作业的空调 那这个日历呢 妈爷 日历也是作业呀 日历可以一张张丝 作业也可以一点点写 这墙壁有问题 把它砸开 天呐 统统都是作业 不好意思 好像把家拆了 这还差三千本呀 那这个马桶呢 马桶也有 智能马桶是会写作业的 对 所以这个洗手盆也有吧 真是服了 水管还能包装备 那这沙发应该有吧 我也是醉了 沙发软硬适中才舒服 那这家都拆没了 还差三千本作业啊 到底藏在哪里呀 先把这一箱钱扔了 钱没了还可以再赚 对呀 要将男生的负重 减到一百斤 那这串钥匙也不要了吧 大不了以后不收租了 你们绝对是真爱啊 那女友的袜子也不要啦 我最喜欢的九黎世家 回头给你买一车呗 你这包有啥 这是什么玩意啊 我的最新款水果手机 2023 Pro Max版 牛皮 化妆品也不要了吧 那可是价值很多 花细币的化妆品 花细币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包包也不要了吧 这可是我前几天 刚买的明台包包 再啰嗦我就放手了 还有啥能不要的 我怕冷 穿得多了点 那你现在还怕吗 我怕冷 穿得多了点 还有吗 这次真没了 那还有五百二十斤啊 能不能松手啊 好像不可以 那还有啥 你这面粉能搓吗 人家只是化了一点点单装而已 我去 我这钱扔早了 这下亏大了 现在咋整 哎呀妈呀 我只是有一点点脱发 你赶紧把手撒开 可我跟他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你千万坚持住了 天呐 下面还有一个男的 走你 上来吧你 这下真的亏大了 猜他们谁是卧底 先听一下平民音乐 表情好像都一样 那听一下卧底音乐 原来是恐怖的 那悟空表情就很慌呀 应该是悟空了 他们怎么比我还像猴 还是先听平民的 希望可以感动 上天 刚刚师傅慢了一拍吧 那听一下卧底音乐 师傅又慢了一拍了 那肯定是他了 出家人 反应是要慢一些 这回直接听卧底音乐 他们三个看起来好像猪八戒没有表情耶 平民音乐呢 猪八戒没有表情 应该是他了 我明明和大家一样啊 你都没有表情的 先听平民音乐 这没啥感觉 那听一下卧底音乐 原来是悲伤的曲子啊 哎 沙士帝刚刚好像流眼泪了吧 就是他了 太悲伤了 人家要忍不住了 这回听平民音乐 我去 师傅怎么不动啊 那要是卧底音乐呢 一波耍土耀一波耳 师傅还是不动啊 那肯定是他了吧 就知道这把吻了 哎 不对吗 难道他们联合起来耍我 如果八尺大人说 千万不能被女儿发现我的宝贝 那被发现了会怎么样 果然还藏着宝贝 妈妈也太见外了 妈妈 背着我们又幸福了哦 这么幸福 怎么不带上我们啊 看来是要把东西藏起来 那吃的先藏起来 摆上狗都不吃的饭菜 然后把地板换了 地板搞脏一点 自己也弄惨一点 冠上一身破衣服 金龙鱼也把它换成咸鱼 找条咸鱼摆一下 还有世界名画也不能被发现 冠上个更次的房品 黄金马桶也要藏起来 现在黄金这么贵 马桶都得藏起来 对了 小宝贝也先藏起来 不能让女儿知道我吃得这么好 然后还有啥 这个吊灯也要藏起来吧 找个老灯泡给它安上 接着把装修拆了吧 贴上一层破墙纸 这样就很惨了吧 应该没问题了 最后再来上一招偷梁换柱 果然还藏着宝贝 妈妈也太见外了 诶 这样也被发现啊